美国国务院次行克拉克正式抵达台湾 但是比起上个月来访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看起来似乎低调非常的多 比对两个人来台湾的行程 这阿扎尔做的是美国行政包机 但克拉克却只搭乘商务包机来台 而且跟总统蔡英文的会面方式 阿扎尔相当高调 悬在总统府 那么克拉克却是低调的在官邸进行参序 种种一切都让蓝英质疑 美国这么低调 台湾真的可以获得利益吗 不过绿云则是帮忙缓甲表示 商务上的议题本来就需要好好谈 不能够着急 立即缓缓降落 美国国务院次行克拉克17号抵台 是台美断交后 美国国务院最高层级官员访台 台美关系大突破 不过对比一个月前来访的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做的是美国行政专机 机上还有大大国旗 克拉克做的却是商务包机 阿扎尔与蔡总统的会面选在总统府 克拉克与蔡总统却是低调在官邸参序 阿扎尔一个月前放台 放机关署还签了卫生合作备忘录 但这次克拉克行程都是不公开 全程低调放台 我们很高调 美方非常低调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低调 结果好像什么都没有 克拉克来台超低调 外界期待的台美经济及商业对话 也没看见 让蓝英之一到底台湾能换到什么 不过绿英方面遮有不同看法 华府安排的行程跟方式 我们当然要跟尊重 因为能够来拜访 能够成行 本身对台湾来讲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突破 台美之间的津津话题还是会碰触 否则他不用带了那么多 高层级的相关部会首长来到台湾 绿英强调经贸一提本来就需要时间 急不得 克拉克方胎不到24小时 一经线话题不断 谢谢讲的就是你们家台北报导